那break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终止跳出破坏 等等这些意思 对吧 那它呢 在我们这个Java里面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来把它拷费出来 好 复制 那么 站在这里 好 看这位站过来 然后现在呢 咱们上来直接来一个break break 来编译 大家看怎么了 说报错了 他说错误 在switch或者是loop 外部中断 那么这个loop呢 翻译过来是循环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它是有应用场景的 只能在什么呀 只能在switch和循环中 那么不能在其他的环境去使用 好 那现在咱们就写个循环吧 switch咱们已经用过了 先写个循环 好 那么int x等于的是1 x小于等于10 让它x加加 然后如果x要是等等于4的话 那我就来一个break B-R-E-A-K break 然后呢 下面我们就来一个 v.out.printl 然后输出一个 叫做x等于 加上这个x 这个很显然 我们要对x的直定打印 但是多加了一步 就是x等于4的时候 我就要break break叫做跳出循环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它到底怎么个跳出法 编译 运行 x等于1 x等于2 x等于3 那么当一满足x等于4 这个条件是满足了 一满足就进来执行了break break就跳出了整个循环 能看懂这意思吧 好 那现在咱们就写一下 break叫做跳出循环 这就是它的作用 该有自己的应用场景 必须使用在switch或者是循环中 那么这就是咱们学的第一个支点 叫做break 好 这支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